同学我们来看立体9 b大于等于a大于0 利用y等于logx的图形要比较 2分之loga加logb 与log的括号2分之a加b的大小 首先呢我们先来 当a小于b的时候 令a跟b这两个点 他的坐标分别是a loga b logb 在这一个y等于logx函数图形上 这相议的两点 m是ab这个线段的终点 那我们可以知道 由终点公式可以知道 m的坐标是 两个x坐标加起来的一半 2分之a加b 跟两个y坐标加起来的一半 2分之loga加b 那我们 在旁边描一个 y等于logx的函数图形来看 a跟b这两点不一样 那这两个点的 中点就是这个m 他的x坐标是两个 坐标加起来的一半 y坐标是两个y坐标加起来的一半 在从什么 他的凹口朝下可以知道 我们 这个c点是同样的x坐标上面 在这一个y等于logx这个函数图形上面的一个点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凹口朝下的这个状况 可以知道他的 c点的y坐标 比m点的y坐标高 所以c点的y坐标 跟m点的y坐标 来比较的话 c点的y坐标比较大 所以log2分之a加b 会大于2分之loga加logb 当a等于b的时候 loga等于logb 所以2分之a加b会等于a 所以因此我们2分之loga加logb等于loga 也会等于log的2分之a加b 因为这一个 加起来除以2等于a 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也等于loga 所以最后我们从这两个可以得到 2分之loga加logb会小于等于log的2分之a加b 好,再来看 第10个立体 好,这个天文学家以这一个亮度 织女星的亮度为标准 我们如果织女星的亮度是i0 被观察的星 它的亮度是i 我们定星等 这个为小m等于-2分之5 loga除以i0 先看看 一个一星等 一个六星等 来比他们的亮度 首先呢 我们令这个 星数二 星数二是一星等 还有一个六星等的亮度分别是i1跟i2 有个定义可以知道 一星等 跟六星等 一星等是不是 2分之5 loga i1除以i0 6星等是不是2分之5 loga i2除以i0 我们要比亮度是多少倍 是不是相当于要去算i2除以i1 i2除以i1在这个对数式当中 我们 一定要用一些方式把它最后解出来 不过有log的话 最后只要用减的就可以算出他们的比值 所以你看 1跟6 1跟6相减 是不是等于-5 -5就相当于2分之5提出来 loga这一个 减掉loga这一个 最后变成2分之5loga的i1除以i2 我们要算的是 i1除以i2等于多少 好 继续下去 loga i1除以i2 这一个一起除过来一项 是不是等于2 所以i1除以i2就等于100 i1除以i2就等于100 所以呢 这一个我们的星数2这个亮度是六星等星星的亮度的多少倍 就是100倍 好 结束